主導媒的模式比老家的通常是 永遠發生在高齡 反正的生活上是最有痠 或是胸口會冷水 跟肩膀濕濕 心跳太緊張症 這種問題傳統的手術 當時要來打到形狀 但這對中部來說 身體負擔太大方向也很高 通常已經有了主動外伴狹窄的病人 年紀都已經很大了 通常都是七八十歲以上 所以很多病人在這個狀況之下 因為要面臨心臟衰竭的問題 可是又沒有辦法手術 因為這個主動外伴狹窄 唯一治療的方式就是手術的治療 其實中心提供到副學生的手術幫 當時他過了跨科來合作 心理到TAVI的團隊 付出這個病人醫療服務 並且利用到精導管主動脈半膜製患術 這幾年來 讓五十四位患者中心找回到生命 那關於嚴重的主動脈半膜狹窄 我們現在可以用導管的方式 然後把新的半膜送到我們的主動脈半的位置 經由氣球擴張或者是自己膨脹 可以把舊的半膜推到邊邊 一個新的半膜就在裡面 這就完成我們的手術 所以患者的這個傷口呢 就只有在鼠西部的穿刺 不像過往呢 需要有一個這個開胸的這個動作 以疑心表述說 這個精導管主動脈半膜製患術 五十四個當中 有一半人是超過八十歲的這個患者 這幾個秋術剛才會讓股價身體負擔降價之外 回復時間也比較短 也會說沒有太大的空水 相對感染的方向也大大來降價 我們聽新聞等一聲音空彩方佈的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